今天是星期一工作日 这是我的早点 一碗牛奶一个蛋 一小片面包 加杏仁酱 蓝莓酱 还有一杯咖啡 这个就是我的早餐了 每天早上都是一样的 这个里面大概有 将近15克的蛋白质 所以这个早上还是 蛋白质还是够了 因为像我这样的体重吧 每天大概要 40到45克 那么早上简单一点 早上吃的没那么多 今天是周一 早上去上班的 这个现在够了 我发现我早上 如果碳水化合物 吃多了以后 马上就要睡觉 犯困 这个是比较好的 上面的这个是蓝莓酱 很奇怪啊 我每天早上都吃这个早餐 基本上是一样的 从来都不试验过 我觉得非常好吃 很合我的口味 新冠现在慢慢已经好了 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 我还讲话 还有一点逼音 还有一个什么美好呢 这味觉 没有完全恢复 有吃的 有些东西可以吃出来 还有一小部分东西 吃进去以后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味觉还没有完全恢复 想想看这个病毒是厉害 自从阴性以后 到现在都一个多礼拜了 那还是没有完全好 那今天要讲个什么东西呢 你看我们每天早上 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不同 早点也不同 对吧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同 就是说每个人 对一个好的生活 什么样的好的生活 这个定义不完全相同的 为什么说不完全相同呢 因为对基本的生活 是向往是一样的 比如像世界上 每一个人可能都希望 衣食无忧 对不对 有些人是以衣食无忧 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 那么有些人讲 你衣食无忧了以后 还想要点别的 打个比方讲 有的人喜欢出去旅游 那我要去周游世界 把世界都看个遍 对吧 那么有些人就讲了 我衣食无忧了以后 我就希望 安安静静的在家里 每天在自己的家里 看日出和日落 画一点画 写点字 谈谈情 做做美食 也是对一种生活的向往 有的人就不喜欢出去旅游 对不对 那对于我来说 我认为好的生活呢 其实我的要求也没那么高 就是说 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这个就是我的要求 做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哪一天想到哪里去 到欧洲去看一看 也可以实现 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都不同的 那我讲这个话的目的就是 最近我遇到一件比较闹行的事 跟一个朋友 一个老朋友 两个人产生了一点争论 一个人一句 最后我就觉得 我被别人语言上攻击了 所以我心里不太高兴 一个老朋友 出去旅游 我看到他在的朋友圈 我就跟他讲了一句 我讲 哎呀 好羡慕你啊 就这样讲了一句 其实 讲一句心里话 这个话完全是属于客套话 他就马上 哎呀 你出来玩啦 我就跟他说 我讲 我们今年都出不去了 老公的嫁已经安排完了 我讲 今年可能不行 明年可能也不行 因为我们家明年 有个大事要发生 所以我估计 这两年出去的可能性 比较小一点 我就这样想 他就这样讲了 他讲 哎呀 你的这个先生 比我们的首相还要忙 我们首相每年都要跟家里出去旅游几次呢 他这个话一讲 讲的我就不舒服了 我讲 不是我们家 逼你的首相忙 是我们家 我们的假期没有了 我就这样讲 因为假期都安排了 那朋友讲 你们假期安排好了 这很简单 就休假 不要他的薪水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的 这个话讲的 我又难过了 你们单位可以这样做 不是全世界每个单位 都是允许你 不带薪休假 我又难过了 后来我心里也没有冷住 我就讲了一句 哎呀 我讲 你们喜欢到这个海边上去 我讲我也不喜欢去 我讲我也不会游泳 他最后讲一句 他讲什么 你的逻辑思维有问题 并不是讲 不会游泳 就不愿意到海边去的 你这个逻辑思维有问题 一家一大堆 后来我讲了 我就有点生气了 对吧 我逻辑思维有没有问题 也不要你来讲我 对不对 那我不管有没有逻辑思维 你跟朋友之间 对吧 一个互相尊重 不管人家有什么问题 你讲你的问题 你不要去把别人扯进来 对不对 我最后就讲了一句 我想你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经常有人跟你说 你什么什么有问题的 后来我就再也不回答了 我也不想回答 这个事情呢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当时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我心里是有气的 有点气 那么这段时间过去了以后 我现在气消了 但是气消了不等于不会想这件事 那我怎么想的呢 我首先想到我在里面有什么错 那我反复问我自己 我是不是也做错了什么事 我想了很久 我回头看了我们的那些留言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没有冒犯任何人 我在整个的这个对话中 我都是防守 守住自己 不要被别人伤害到 都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那我把这个事跟先生说 我讲我做错了什么 我先生这样讲 你给人家提供的机会去攻击你 我觉得他讲得很对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 我就不应该去留任何的言 讲哎呀我好羡慕你这样的话 其实也不是我心里话 其实那个话也就是 一般的我们微信上面的客套话 所以这件事我也有错 我想想看 一个巴掌就是拍不响的 要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还有错就是怎么呢 因为以前我曾经提醒过他 我说人跟人都是不一样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那样想的 我不会是那样想 我也不想再讲 太明显了 其实我不想去攻击别人 所以这个事里面呢 我从这个事里面 我学到什么东西呢 第一点就像有人说的讲 朋友之间最重要的一点 是互相尊重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 十分的正确 不仅是朋友之间要互相尊重 就是亲人之间 我跟我母亲之间 我跟我女儿之间 我跟我亲人之间 这个良好的关系 或者是这样 健康的关系 都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 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 不要去随便去指点别人家的事 别人家的事你只看到了一面 你没有看到其中另外一面 而且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把管别人家的事 这样给别人指点江山 我想想看 我们中国人可能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点这样的错误 可能就是 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民族习性有关 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 我学到什么呢 就是说 凡事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面 多想一下 对吧 你要是如果去攻击别人的话 你要想想看 要是如果别人攻击我 我会怎么想 这样的讲的话 就会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那么还有一件事 是什么事呢 就是说 年纪大了 有些东西 该放下的要放下 对吧 朋友讲得来的多讲一点 讲不来的话 哪做一般的朋友就行了 有人说是年纪大了以后 朋友会越来越少 我也确实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 人谈得来的越来越少 我不知道我这个朋友 能不能看到我的视频 不管看得到看不到 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在这里想 如果他在跟我发email的话 我会告诉他 你上次真是把我伤得不轻 我真的会告诉他 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我就是我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标准 强加在别人 或者别的家庭身上 就像我在开头说的一样 我这一辈子的生活追求 就是做好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 绝不强迫自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这个就是我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